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海会佛菩萨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海会佛菩萨 祝佛菩萨师父上人 各位三知识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要来讲 华严经 离世间品 我们还没有开始讲 还在做介绍 因为很多新人 所以我强调一下 离世间品就是要离开 世间一切的烦恼 发菩提心 不是叫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去死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叫你要离开世间的一切烦恼 发菩提心 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昨天所讲的 我们可以读一遍 这个离世间品的开端 请合掌 尔时世尊在摩羯提国 阿兰若法 菩提场中 普光明殿 坐莲华杖 狮子制作 妙物皆满 就是 佛要讲这部 这一品的时候 它是在 摩羯提国阿兰若 菩提道场 它成佛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普光明殿 是龙为佛所造的 准备让佛在那边讲经说法 这时候呢 佛是 看起来好像是坐在一个草堆 的一个草座上 其实它已经是现 爆身 法身的样子 所以它做的是很庄严的莲花杖 狮子制作 这时候刚刚呢 觉悟圆满 这时候呢 我们昨天说 虽然看起来是佛 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 可是呢 它已经现庄严的像了 不是它一个人在那里 这时候有 不可说 百千亿 那由它佛刹 为成树 菩萨 摩佛沙 聚 就是有无量无边 这么多的菩萨 大菩萨们 都已经聚会在 这个地点 普光明殿 他们都是一生 当得 阿兰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些菩萨 摩佛沙 都是 等觉菩萨 就是一生就可以成佛 他们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我们地球上的菩萨 他们是从 他方种种国度 而共来集 从呢 他方世界 总共有多少方向 十个方向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上下 十方世界 所有的 佛国度 所有的那些 等觉菩萨们 都来到 印度 这个地方 来听 刚刚成佛 的释迦摩尼佛 讲大华言法 我们继续读这一段 西具菩萨 方便智慧 所谓 善能观察 一切众生 以方便力 令其调伏 助菩萨法 这些菩萨摩佛沙们 他们的本领很高 他们都有 菩萨的智慧 方便的智慧 方便是为了 要度众生的关系 那有种种方便 这里只举出来一个 就是这些菩萨们 都很懂得怎么样去观察众生 看众生是什么性格 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就用适当的方法 来去调伏 令他们改掉自己的习气毛病 而能够发菩提心来修行 都能够住在菩萨法 我问你们 你们每天住在什么法 住在菩萨法 还是住在人法 还是住在畜生的法 还是住在地狱的法 如果我们每天一天到 跟人家做比较 然后认为我比较好 你比较不好 每天心里都跟人家做比较 看了人家好心里就不开心 就嫉妒 看了人家不好就很开心 我就比他好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 你是住在什么法呢 阿修罗法 阿修罗就专门喜欢跟人家争 我从这一段文呢 我就想到说 菩萨他们呢 也会观察众生 我们凡夫也会观察众生 对不对 主师大的上人们都说 我们观察众生 是最清楚 观察自己呢 观察众生可以九十多分 观察自己呢 是零蛋 那还有呢 我们观察众生 一天到晚呢 观察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有发起慈悲心 有那种智慧 去帮助众生 调伏他的习气毛病 还是观察了之后呢 在那边呢 就幸灾乐祸啦 还是嫉妒啦 种种的 问自己 是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跟菩萨学习 哦 原来观察众生 是为了要帮助众生 而且呢 见到众生恶 也不以为恶 而是知道 他是在某种情况之下 他 就是现出这种样子 那有他的习气 有他种种的业 那应该用什么方法 帮他改过 那就是有菩萨心啊 菩萨就是这样的 每天很忙的 我们现在正式看这一段 请合掌 其名曰 普贤菩萨 普眼菩萨 普化菩萨 普慧菩萨 如是等时不可说 百千亿 那由他 佛刹为成数 皆需成就 普贤恨愿 身心大愿 皆已圆满 这些来普光明殿的 菩萨们是谁呢 第一位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华言参主 普贤菩萨 第二位是 普眼菩萨 第三 普化菩萨 第四是 普会菩萨 还有很多 普自备的菩萨 我没有list出来 总共有多少位呢 有十个 不可说 不可说是一个大数目 百 那由他也是一个大数目 有十个不可说 百千亿 那由他 佛刹 佛刹就是一个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现在有多少个 三千大千世界 十个 不可说百千亿 那由他的 三千大千世界 里面的围城数 每一粒围城就是一位菩萨 那么大的地方的所有的围城 那就无量无边的围城 就表示说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都是普自备的菩萨们 他们都来普光明殿 要听释迦牟尼佛 如舍纳佛 讲什么 讲华严经 离世兼品 那这些菩萨们都已经是属于 成就了 普贤恨愿 我们就是 要成佛 一定要修普贤恨 十大愿亡 普贤恨愿 这些菩萨们都成就了 但是他们还是 不是要来做影响众 还是要来请法 还是要来教化众生 所以都要来护持 这个法会 他们身心大愿皆以圆满 他们发的心是身心 不是潜心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 学佛一年就很精进 第二年也蛮精进 第三年就有一点输水 看不到人了 几个月看一次 或者几年看一次了 那这就是潜心 可是这些菩萨们是身心 因为发身心才能够发大愿 而他们的大愿 他们的身心都已经圆满了 我们继续读 请合掌 十普贤菩萨摩赫萨 入广大三昧明 佛花庄严 入此三昧时 十方所有一切世界 六种十八相洞 出大阴森 米布皆文 然后从其三昧而起 所有的菩萨们都集合在一起了 在普光明天 这个时候 因为离世奸品的会主 是普贤菩萨 他是大会的主席 他将会讲离世奸品 是他说的法 他是十方诸佛 加持之下而说 是代佛说法的 那他要说法之前 是入定 入什么定呢 一种大的三昧 叫做佛花庄严三昧 所以这一会呢 第八会 离世奸品呢 是入佛花庄严三昧 你们看这个表也可以知道 昨天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part 入这个三昧的时候 有什么境界出现呢 当他一入佛花庄严三昧的定的时候 十方所有一切世界都震动 震动了地震了 可是这种地震呢 不会害死人的 那这种六种十八相震动呢 是因为呢 他有三种是他的相 三种是声音 就是震吼即动拥起 就是这六种 总共有十八相 因为呢 每一种又有三个相 所以六三十八 有十八个相 这种震动呢 就是表示说要讲大法了 的关系 出大音声 米布接纹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当他一入这个丁的时候 十方世界震动 十八种震动之后 就有一个大音声产生出来 所有世界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震动的声音都可以产生 听得到 但是呢 凡夫应该是听不到 我想那些动物们会听得到 鬼神会听得到 圣人会听得到 人呢 是最 最聪明的 但是也是最迟钝的 所以听不到 继续 请合掌 耳时 普惠菩萨 知众 以及 问 普贤菩萨言 佛子 愿未言说 何等为 菩萨 大摩赫萨一 刚才说他入定 菩萨 普贤大菩萨摩赫萨 他入了定之后呢 又出定 出定之后就开始讲 离世间品 那为什么他会讲呢 因为呢 也有一个当机众 当时呢 就有一位菩萨叫 普惠菩萨 所以呢 普贤菩萨跟普惠菩萨 他们两位呢 是发起 讲离世间品的 普惠菩萨问 普贤菩萨答 他们都是一起来的 一起来 普光明殿 可是来这里 就是要来讲法的 那佛 就是通过 普贤菩萨 讲这个 离世间的法 也是属于 信解 行 行 专门讲怎么样 修行的方法 这时候呢 普惠菩萨 他知道 他看到 普贤菩萨 已经出定了 一出定呢 他当时也在观察 他观察一切众生 的因缘 应该听 离世间品的法了 他也知道呢 所有当时 应该听这个法的人 都集会在一起了 所以他就开始问 请法 他问普贤菩萨 佛子 就是说 佛的弟子 他叫 普贤菩萨 叫佛的弟子 愿为远说 希望您能够 为我们远说 以下的种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何等为 菩萨摩赫萨一 我们想知道 菩萨 大菩萨们 菩萨摩赫萨 就是大菩萨 大菩萨 他们依靠什么 我们人呢 每天要依靠什么 衣食住行嘛 对不对 可是大菩萨 摩赫萨 他们也有所依靠啊 他们要依靠什么啊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总共有多少个问题呢 也没有人知道 他问了多少个问题 两百 一次就问两百 不像我们凡夫哦 如果你问我凡夫 你不要问我太多 一个一个我一个一个回答 不然我会忘记哦 可是呢 菩萨的境界就不同了 一次过两百个问题 送过去 他就进电脑里面了 等一下一个一个回答 每一个问题回答十个答案 所以总共有多少个答案 两千个答案 这两千个答案 就是两千种的修行法门 我们送离世奸品 这个第八会的时候呢 每一卷 因为有七卷 每一卷的经文后面呢 就会有本站 什么叫本站呢 就是内部经的 那一卷的站 那这一会的站呢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啦 我们读一读 可以用唱的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第八册里面的 卷五十三开始 就会唱这首站 普光三会 就是华言经 讲到第卷五十三的时候 已经进入第八会 因为华言经有七处九会 佛在七个地方讲 总共有九次的法会 不同的法会 第八次的法会 地点是在普光明殿 所以叫普光三会 在普光三会里面呢 万恒元修 因为在这一会里面呢 我们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修万恨呢 因为呢 普贤菩萨呢 将要演说万恨 给众生听 让众生修圆满的恨 才能够正果 才能够成佛 所以呢 在这一会里面呢 是圆修万恨的时候 普贤凭谢二千仇 就是普贤菩萨呢 他呢 这时候呢 会给两千个答案 平谢呢 有一点像说 菩萨呢 讲经说法呢 滔滔不绝 就好像用甘露的瓶 这样倒出来的水 源源不断 虽然是小瓶子 倒出来 永远都不会玩的 那个水 就是说 菩萨呢 他把他里面的智慧呢 讲出来给众生听的时候呢 是像涌泉一样呢 滔滔不绝 是永远的留不尽的法 那就叫 平谢二千仇 苦海犯瓷舟 苦海犯瓷舟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普贤菩萨 所讲的离世间品呢 这离世间品里面的法 就像一手这个瓷舟一样 好像一只小舟 这舟呢 是船啊 是慈悲的船 可以带众生呢 脱离苦海 从这个 痛苦的这一岸呢 可以呢 经过这个苦海呢 到彼岸去 所以 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咯 我们众生呢 轮回 在气趣里面 是很苦的 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靠 佛菩萨的持舟 来带我们呢 度 登彼岸 那所以呢 泛池舟呢 可以讲说是 所说的法 就像苦海里面的池舟一样 也可以说呢 它是救生圈 可以呢 救度我们呢 离开这个苦 因为呢 没有修这个万恨 我们永远都是苦 万恨难修 不容易修 因为我们很自私 因为我们呢 有自己的贪生痴 有自己的我见 我向 我直 所以呢 都愿意去造最多 不愿意说要帮助众生而得乐 帮助众生会得乐还是得苦 得乐 可是有没有人活着 每天都帮助众生 还是每天帮助自己比较多 所以我们每次呢 众生的理解力是错误的 但是呢 因为这样 所以菩萨慈悲啊 他就要来教我们 有两千个法门啊 可以去修 修了呢 我们一定可以呢 脱离这种苦海 所以是苦海里面的池舟 一具全收 法义一齐舟 等一下再讲 现在给你们看这一段经文 是十恒品的经文 里面有提到 菩萨的能力 因为刚才我说 普会菩萨 问两百个问题之后 一次过问两百个问题 过后菩萨就回答了 普贤菩萨就回答 那菩萨们本来就有这种能力的 我们看十恒品这一段经文 大家一起攻读 说一切众生 以如是与业 聚来问我 我为说法 无断无尽 皆令欢喜 助于善道 父令善解 一切言辞 能为众生说种种法 而言语无所分别 假使不可说 不可说 种种言词 而来问难 一念惜领 一应贤答 菩萨开悟 无有疑余 以得一切自贯顶故 以得无碍障故 以得一切法 圆满光明故 具足一切自制故 这个还是十恒的菩萨 还不是等觉菩萨的能力 就更强了 他说假设有一切众生 以如是与业聚来问我 假设有所有的众生 全部呢 马来人也来啦 印度人也来啦 非洲人也来啦 西班牙人也来啦 什么样子的众生 什么样子的语言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来问 问菩萨 菩萨能够懂一切语言的通达 得到语言 所以什么语言都能够通达 所以他说一切众生 用你们个人的语言都来问我 我都会为你说法 这就很好咯 像印度人来问我法 我一定讲不出来的 我会讲英文啦 除非他会讲英文 如果他不会英文 不会马来文 只会印度话 我一定没有办法跟他讲法 对不对 凡夫就是如此 菩萨就不同了 什么语言他都能通达 他一定会为他说法 无端无尽 可以跟他讲 不是一天两天 讲的没有停止都可以 永远没有穷尽 而且他们不会听到要睡觉 也不会说累了 够了菩萨 五分钟就够了 我要走了 没有 他们会很愿意听 即使菩萨讲到几千万节 他们都愿意听 他们就是有那种无碍的辩才 让众生听了不会饿 不会累 不会想睡觉 就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能力来度众生 因为众生听法 听得欢喜 就愿意修行 所以会让众生 住在善道 因为想修行之后 就不会再造恶了 不会再走入恶道 所以就住在什么道 住在善道 父令善解一切言辞 能为众生说种种法 而与言语无所分别 不但如此 他会让这些 听他讲法的众生 各个人都会跟他一样 都能够了解所有的语言 也都能够为众生说种种法 然后又不会去起分别 英文比较高级 马来话很低质量 不会这样 你会对一切言语 就用一种平等心去学 去讲 就度不同的众生 重要就是这一段 菩萨的智慧是这么样厉害的 假使不可说不可说 种种言词而来问难 他说假如有不可说不可说 很多很多种的人讲话 用不同语言讲话 不是一个人在讲话 无量无边的众生来讲话 来问难 来问菩萨很多问题 菩萨可以 一个念头之间 就可以领受他们所问的话 全部都知道了 一个念头 你们同时讲 现在假设有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同时问问题 他马上就接受到了 知道你问什么 每一个人问什么 他都知道 能够领受 然后他可以回答 一个时候回答 所有一百个人的问题 假设是一百个人 这个是无量无边 不可说 有这么多众生 同时问问题 他可以用一个音声 就可以全部回答 每个人 他用一个音声 可是马来人听到 是他在讲马来话 印度人听到 他是在讲印度话 美国人听到 是讲英语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菩萨一应弦答 都菩萨开悟 令那些有问题 有怀疑心的人 都会觉悟 都会 没有任何的问题 都能够明白了 原来是如此 就可以接受佛法 无有遗余 不会说有任何一个人 他忘了回答的 没有一个人说 有哪一个人问 每一个人都问 然后有一个人就漏了 不会 无有遗余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 被漏掉的 为什么菩萨 有这样子的能力呢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一切智灌顶故 已经得到一切智的灌顶 一切智是什么意思啊 佛智啊 这些菩萨们都有佛智的灌顶 表示他已经certified 已经被证明有佛的智慧了 所以没问题 谁来问都没有问题 以得无碍 障顾 他们已经呢 有一种保障啊 有一种能力啊 没有障碍的能力 什么问题对他们来讲 都不是问题 everything is ok no problem 没有障碍的保障 他都得到 我们呢 凡夫就不是如此咯 是有限公司咯 对不对 这个可以 那个就不可以了 我们真的很差劲的 以得一切法 圆满光明顾 因为呢 这些菩萨们 都已经得到一切法 所有的法 他们都得到了 都听过了 都懂了 都能够修了 都已经圆满了 有这种圆满的光明都有了 而且呢 还具足一切智智顾啊 都已经具足 一切智的智慧的缘故 就是佛智的缘故 好 现在大家都了解哦 普贤菩萨 将要开始讲解了 可是呢 我这里有一个故事 有关普慧菩萨跟普贤菩萨 他们两位菩萨呢 都还在人间的 宋朝时代有一位法师 叫宗泽法师 他是修进度法门的 这位法师呢 他29岁就出家 然后他后来母亲老了 没有人养 他就把母亲呢 带来庙里住 然后让他住在呢 方丈寺的东边 也叫他母亲 替度出家 那照顾他母亲 然后呢 每天欠他母亲呢 要念佛 欠他修了七年 七年之后呢 有一天 他母亲临终了 他就念着佛往生 吉祥而卧 就死了 就往生极乐世界 这时候呢 宗泽法师呢 他就对自己讲说 我爸我父母的心呢 已经尽了 我已经尽了 我的做儿子的责任 把母亲呢 送去极乐世界 令他了生托死 我真正的尽了大笑 这位法师呢 开始说 初心入道 忍力未存 虚托静缘 以为增上 是说 所有初发心的人 就是 初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的人 想要入佛道的人呢 因为 刚刚发心 都还没有正果 还没有断烦恼 这种人呢 忍力不够 没有纯 就是还不够强 没有什么忍力功夫 很容易退的 这种初发心的人 所以上人在 法华经里面就讲嘛 有一个祭送 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有没有人还记得 鱼子 奈摩罗 鱼子 奈摩罗 菩萨出发心 善事应中多 极其结果少 就是说 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鱼子 鱼的孩子 也就是鱼的卵 鱼产很多卵 不过不是每一个卵 鱼卵都会变鱼 不是的 很少很少 还有一样是什么呢 奈摩罗 奈摩罗果呢 是印度一种水果 这种水果呢 也是呢 开很多很多花 整棵树都是花 可是呢 结的果是很少很少的 还有第三类的是子人 什么人呢 初发心的菩萨 菩萨出发心 出发心的菩萨呢 这三世 应中多 以上这三种 出发心的菩萨 鱼子 还有奈摩罗果 这三种都是在 因中 很多很多 就是还没有成就 菩萨之前的 出发心菩萨 还有 还没有变鱼子的 那个卵 还没有变 水果的那些 奈摩罗花 这些呢 都是在 因地的时候 很多很多 集齐结果少 到了结果的时候 就数目就很少了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出发心的人 忍力未存啊 我们的 忍的功夫 还没有纯熟 不够 不够定力 没有忍耐的功夫 所以这种人 他说 一定 必须要 拖近远 要靠清静的缘 才能够让你 一步一步增上 不会退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 你们所有人都要记得 所以你们 发菩提心 受持三规五界之后 你如果不继续 来多清静道场 在这个清静的环境之下 来熏修 你一定会退的 静缘 如果你不清静 清静的缘的话 你就清静染污 清静的反 反义词是什么 染污 染源 哪一个地方是染源 外面 清美讲的 外面都是染源的多 如果你每天都是在 染源的环境底下 你要不退心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看太多了 我们看 波尔关英盛世 十年前的人 跟现在的人 都不同人了 还留下来的 每几个多数都是新面貌 这就是一种 一种 证据 给我们知道 说 都是出发心的人 忍力不够 所以要拖 清静的缘 才能够让你 更上一层楼 那什么是 清静的缘呢 在瘦博世界 可以找到 清静的缘吗 我们看 宗泽大师的开示 他说 他跟我们做个比较 瘦博世界 跟极乐世界的比较 第一点 瘦博世界的情况 现在是怎么样呢 释迦已灭 弥勒未生 我们这个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 已经不在人间 可是弥勒佛还没来 还没出世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没有佛在人间 可是极乐世界呢 有没有佛 有谁 阿弥陀佛 现在正在说法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 他说呢 观音世智 土养家明 我们现在在 娑婆世界 学佛法的人 都会认识 两位大菩萨 就是西方三圣的 观世音菩萨 跟大师之菩萨 我们都认识 他们的家明 他们都是很伟大的菩萨 极乐世界的三圣 我们只能够仰慕他们 我们见不到他们 可是呢 极乐世界就不同了 如果你在极乐世界呢 比二上人 轻为胜有 这两位菩萨呢 可以亲自来做你的好朋友 他是属于我们的 殊胜的朋友 师兄 第三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 诸摩静坐 脑乱行人 然后极乐世界是怎么样呢 大光明中 绝无魔事 这个你们要记得哦 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啊 有一个大考验哦 有一句话讲 道高一尺 磨高什么 一仗啊 多么的危险 他说啊 这句话很恐怖 诸摩静坐 他们真的来做一件事情 每个每个摩都很喜欢做的 看谁做的最厉害 谁最会懂得 扰乱那些 学佛修行的人 所以是静着 真的来做这个事情 做什么事 脑乱行人 令他们不能够进步得定 令他们不能开智慧 令他们不能够断烦恼 令他们不能够正果 就是要让他们呢 做磨的眷属 继续呢 轮回 追求五欲 极乐世界在那边修行的话 就很安全 因为呢 整个极乐世界呢 是一个大光明的世界 它树也放光 种种的宝 种种的物质 都放大光明 那边的佛菩萨们呢 众生呢 都是放大光明的 所以是光明的世界 没有黑暗 这样子的世界呢 也表示说 那边的众生没有贪嗔痴 因为没有贪嗔痴 也就不会招来任何的魔士 也不会有任何的魔 有办法去极乐世界 扰乱任何一个修行者 因为呢 阿弥陀佛有发愿嘛 四十八大愿里面嘛 所有极乐世界 他第一个跟第二个愿就是 无三恶道跟不跟恶道嘛 极乐世界绝对没有 第一恶鬼出生 绝对也不会呢 在那边的众生 如果要离开极乐世界之后 再多三恶道 没有 那没有三恶道表示 没有贪嗔痴 也就是说 到了极乐世界的话 的话呢 有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 在那种清净的环境底下 你不会起任何的贪嗔痴 因为这样呢 绝对不会有魔士 就一定能够修到正果 很容易呢 三生四肢 无眼六通 无量 百千头 你们都很容易可以责得 最后一点是什么 大家都 邪生扰乱 女色妖淫 极乐世界呢 水鸟 树林 闲宣妙法 震报 清净 十五女人 我们在娑婆世界呢 这个时候 修行实在是很困难 尤其是在家居室 一来 我们没有办法清净佛 没有佛 为我们讲经说法 又没有菩萨那些圣人呢 来教导我们 然后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修 听法师讲经说法 然后自己去修 然后呢 很容易又种邪魔 修修一下呢 又种邪了 那这个 如果你不种邪不要紧 你又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考验 因为你要忙上班 你要做工 你要在社会上混 所以你也是常常要接触什么 声音 邪的声音 邪的声音 就是会让你起那种贪嗔痴 贪心 称心 愚痴的心 那种声音 那个声音呢 可能是 迷迷之音的音乐 摇滚音乐 也可能是那些 你的好朋友所讲的话 都是会叫你堕落 叫你要贪心多一点 这些都是邪声 常常有这种邪声来扰乱你 你要修行 他就讲你杀的要命 有这样多钱不赚 一天到来在那边念经 如果天上会掉下钱来 你就可以念经了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跟你讲那些 扰乱你的心 让你越听越怕 是 对呀 那你就不敢这么用功了 女色邀营那更惨 每天都看到 internet上面也好 电视节目上也好 电影也好 外面的那个 广告 外面的广告啊 种种 都有那些 很淫秽的那些照片啊 那些 都是让你看了 会起淫欲的心 那你遇到一个 穿到很 很露骨的女孩子啊 你都会起淫欲的念头 所以呢 这些呢 都会让你 起染污的心 让你呢 不会清静 而不能够发菩提心 而能够 而让你呢 会继续堕落 可是极乐世界呢 就不同了 每天看到的是什么呢 极乐世界 你会看到什么水 有很多水池 里面有八公得水 你还会看到什么 很多鸟 阿弥陀佛化身出来的鸟 你会看到树林 很漂亮的环境 我听说这一次 那个 我们有一位学生 Michael 有去澳洲参加 任言讲习班那边 四个月 那他说在那边呢 非常的 他觉得非常开心 有这个机会 能够参加 因为呢 一大早 他们早上呢 就有打太极拳 在那个树林里面 打太极拳 在树林里面打坐 空气又那么好 哇 开心的不得了 very good experience 然后又有这么多法师 跟他们讲 任言经 所以法师又跟他们讲 这个 这个时候的法会呢 就像第二个万佛城 这样子 万佛城有办过 任言经 怎么讲 整部任言经的法会 这是第二次 这是在澳洲 所以他就非常的开心 都鼓励父母亲 也要去参加 那所以呢 树林 有树林也是不错的啦 那我们现在的树林 我看那个 有人寄 一个资料给我们看 如果你是在闹市里面 天气很热嘛 你们就要去那个 闹市里面的树林 去乘凉啊 好不好啊 你们以为很好啊 你去吸毒啊 闹市里面的树林 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尤其像吉隆坡 有那个车的油烟啊 然后呢 它的树又本身 我这里有那个资料 你们要不要看啊 总之呢 这里的闹市里的树林 你去打坐一下 你惨了 你会种很多病啊 cancer啊 你的肺部都会坏啊 如果是那些 比较深山里面的树林就好 没有受染污的 这里受染污的呢 它的毒更多 比别地方还多 可是极乐世界呢 你看它有树林啊 这些都会发出声音 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都是好听的 而且都是讲法的 闲宣妙法 那边的正报 这是子义报哦 正报是什么呢 就是那边的众生 每一位众生 每一位修行人 在极乐世界的修行人 个个都很清净 没有一个女人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纯意大丈夫像 都是像佛的样子的 很庄严 所以因为这样 这是清净 极乐世界是清净的地方 这边是染污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修呢 几万节都很难成就 所以这个是 宗泽法师的开示 所以他专修进度 宗泽法师呢 因为他专修进度 他就建立莲花圣会 专门劝呢 出家在家二中来 一起共修念佛法门 他初初建这个法会的时候 他们叫莲花圣会 晚上他就做一个梦 梦见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 头上戴着帽子 身上是穿白衣 这位年轻人呢 三十多岁年轻人 长得非常美貌 好看哦 然后呢 对着这位法师 宗泽法师就 就问个训呢 就求法师说 法师 我要参加 你的莲花圣会 我要参加 你可以写下 我的名字吗 那宗泽法师 问他 你叫什么名 他说 我叫普惠 然后他说 后来他讲 他就帮他写下来 普惠 然后问他又继续说 这位白衣的年轻人 又继续讲说 家兄也想要参加 就是我家里的哥哥 也想要参加 那你哥哥叫什么名啊 我哥哥叫普贤 他就写下来了 就醒过来了 刚刚一开始要建立 这个莲花圣会 就做这个梦 这一时也没有想到 谁是普惠 谁是普贤 然后后来就去问 其他的出家人 然后有一些长老 听到了 就比较有得恨的出家人 就跟这个宗泽法师讲 哎呀 普惠普贤 就是离世奸品的菩萨吗 普惠普贤 问普贤普贤 两百个问题 普贤普贤 就回答两千个答案 就是这两位菩萨 他要来参加你的莲花圣会 他要来参加你的莲花圣会 意思是说support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做的是对的 所以他是真心修行的人 赶到了华元 第八会的菩萨 都默默中在赞叹他所做的 因此他们两位 菩萨就做这个莲花圣会的上手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今次一报神 通神祈乐国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